各位有没有发现 当我check 其中一个项目的时候 上面就会出现目前选取 在我点足球目前选取 只要有check 的动作的话 这地方就会触发一个事件 那这个事件呢 我们从哪边去做处理 如果取消的话 这边就要变成空的 只要有打勾就会出现 取消的话就把它变成没有 那这里的话其实 首先你要知道 如果要更改上面title 其实有个方法 这个方法叫set title 你叫set title 上面的名称就会跟着变更 那我要怎么处理上面的事件 首先的话你可以在这个地方 找到一个叫set 一样 on click 这个部分的话是set on item click 它不是 spinner前面讲过 它不是on item select 有没有 然后New 在listview上面建一个什么 on item click 的一个Listener 然后后面都一样 那特别注意就是说 我们传进来的参数 其中呢 只要是印着这个形态的 基本上就是它的index 那index是从0开始的 所以我们要怎么去判断呢 if lv01 is item 有没有 特别说跟刚刚前面 是不是一模一样 on item checked 然后呢 这个地方传进来是 第几个 就是我去判断 因为我传的时候 我会 触发现在点的是哪一个 所以呢 进来之后 它会先帮我判断 如果我点的是第二个的话 这个地方它会传进来多少 传进来1 对不对 他check一下 有打勾 有打勾 那就出现这个 就是 我去取得什么呢 取得现在的那个position 上面的位置里面的字的话 就是用什么 get item get item atposition 所以其实不用10倍啦 反正你就用那种想象的 get item atposition 有没有 其实你点下去也可以找得到啦 只是说有时候太多了 你就是大概理解的 然后呢 atposition 哪个position呢 就是1 这个时候不就抓回来 抓回来什么呢 就是足球两个字 那两个字之后的话呢 就set title 目前选取足球 就上去了 OK 那如果打勾取消的话 因为打勾取消之后 它会触发什么 也是一样足球 可是过来的话呢 它extract的传回是什么 false 对不对 因为没有打勾 那这个地方就会变成 目前选取没有 上面就目前选取没有 OK 这一段的话主要就是 了解那个 list view上面的事件 跟它会传进来的 相关的方法的使用 那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属性 包含就是 is item checked 去判断说有没有打勾 取得现在的资料的位置 就是get item at possession OK 类似像这样 那这个画面也传上去了 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OK 那画面再还给各位 所以这一题主要是 处理两个事件 一个是按钮事件 一个是list view on item click listener 这个事件 那就做一个判断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是多选的部分